对吧 我自己要学滑雪 自己拍一个 摔一跤的话没事 5 6 7 不滑吧 大概十几年滑不好 啊 书记你之前滑过雪没 没有啊 欢迎大家 能够到苹果来 到鱼鸯滑雪场来 这儿呢是我们的苹果的鱼鸯滑雪场 900个的教练 一小时都给你免费 到北京过来的话 高速公路去年九月份开始免费了 这个高级道啊 1.6公里长 是我们整个北京地区 在高级道里头长度 是最长的 我们现在要打造的是 整个要休闲运动的机器区 春夏秋冬 要每个机器都有活动 每个机器都有绿 体现整个苹果的山水自美 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 卫达博士农场 农业终观称啊 我们很重要的 就是把我们农业啊 扛起农业科技自力自强 主要把那个农业 这些成果啊 也场景 能够去展示去应用 我们现在有117个 这个博士农场 然后呢有这个400度位 我们的博士 在苹果 拎包创业 我们苹果打造这样一个平台 希望这些 这个博士啊 把我们的论文写在大地上 这个是 泥甘蓝 是我们中国农科院 蔬菜所开发的一个新的品种 中国农科院全国的蔬菜中联 实验室啊 已经落伏了苹果 接下来呢开发不同的 新的蔬菜的品种 然后在我们这个博士农场里头 进行示众 我试试看啊 嗯 嗯 我们来到这边呢 叫 农业中关村 食品营养谷的一个展示厅 展示了我们 食品营养谷里头 现在的 目前的那些 主要的产品 这个是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你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炸的 有些炸了以后 嗯 然后试试看 完全就是记录的一模一样 你假如我不告诉你的话 你能分不出来 你是真的记录 还是说人造的记录 从口感上来说的话 对吧 区别不大 对 我们这次中央要求的 要大食物观 啊 大的农业观 啊 一直在摩西想的 就是从我们农业中关村来讲的话 就是解决 一个要吃饱 还有一个要吃好 啊 就是怎么样 这样把这些未来食品 这一块 是我们今后一个 发展一个大的方向 我们要打造温度的城市 温度城市首先提醒是什么 让我们的这些老人 也叫做苹果的老人 要感受到我们城市 苹果的温度 因此我们对 这个提出了 在全区推广 富足养老 对富足养老 我们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 让每一位老人 到你临终的时候 都有人在身边陪伴 第二个 每一个老人 能够 每一顿饭 能够吃上热饭的菜 还有一个 就是每一个老人 生病的时候 都有他私人的 定制的加益 我们现在加益都是千元 百分之一百 都是有千元的 在2023年 四点的基础上面 经营进一步 进一步放大 到2025年 我们全区要全部覆盖 让我们的 这个生活在苹果 老百姓 就觉得 老有所养 老有所益 说到底 什么叫高质量发展 还是要让我们老百姓 过上好乐去 这个我手里 拿着一碰山楂 这个山楂 它产生于我们苹果 镇鲁云镇 那个镇 空气特别好 海拔在一千米 都是吃着有机肥 喝着山材水长大的 做冰糖葫芦的最好的原料 这就是一个冰糖葫芦 鲜山楂手工制作原汁原味 这是我们精鲜加工的 全年全天后 可以供应 线上线下都有 过节了 我那倒是请大家 能够带一点回家 品尝我们北京的特产 品尝我们苹果的高大商 用这个山楂 红红糊糊 也祝愿大家新年快乐